有没有感觉到时间太快了呢? 舒曼波是地球一种自然电池共振的频率 在很久以前,舒曼共振的平均值是7.8Hz 然移到最近,这个平均值已经达到了30-40Hz或者更高的数值 并且出现频率和强度都上升的情况 这个平均值比在70年代所测量以来的7.8Hz多出了4倍有多 为什么除着频率的上升,时间的速度会加快呢? 原来地球自转一圈的时间约为86400秒 亦都是24小时或者一个太阳日 不过地球自转的速度并不固定,每日长度都不同 月亮或者太阳的引力、地震、大规模的火山爆发 和地学的运动、大气和海洋的运动 细致人为的因素都会影响地球的自转 地球有自己的磁场,而磁力是一种量子的场域 即是你工作、你吃饭、你洗澡、你发外 无论你做什么,你都在地球磁场的范围之内 而人的意识亦都是一种量子的场域 地球的磁场和地球上的集体意识是会产生互动 所以人类的意识提升是会出进地球的震动群率上升的 当人类的集体意识快速上升的时候 地球扬升的速度当然会加快 同样的道理,地球磁场上升 人类集体意识都会上升的 在这段日子,太阳风暴所爆发出来的磁星能量 吹向了我们的地球磁场 令到地球产生转变 舒曼共振频率同时升高 我们现在的一天24个钟 就相当于90年代的15个钟头 那这些舒曼波动身体有益还是有害呢? 对于我们身体物质层面来说 是要作出一些顺应的调整 人类的物质载体是需要时间去和这些高频率调用 虽然我们的身体DNA是会慢慢作出适当的调和 你可能会出现一些失眠或者疲倦的情况 但你只要让身体慢慢适应这些高频的能量 或者可以考虑播一些接近4-8Hz的音乐 舒缓你的失眠的压力就可以了 而对我们灵性成长而言 当钢瓦的频率提升 我们的灵魂意识也能逐步排走囚密的负面能量 会自然和频率同步 频率越高 负面能量越少 灵魂意识也会变得更加轻型 物质身体需要在舒缓中找到适当的平衡 而灵魂的能量则在高频率中持续提升 过好自己的生活 照顾好你的物质身体 保持灵魂的角色 将这种内在的平和和高频震动传递出去 让星不止限于地球 亦是对整个太阳系和宇宙互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